昨天凌晨多一名即接种科兴新冠疫苗界人士死亡 专家委员会审视之后说 到现在7宗同类死亡个案初步判断 全部与接种疫苗无直接关系 最新死亡个案是一个63岁的男人 过往有心房战斗、慢性心衰竭、脂肪肝和其他慢性疾病 上星期二接种科兴疫苗之后一日不舒服送院 临床诊断为中风亦出现过心律不正 转到心肆治疗部留医 研治昨天的凌晨死亡 委员会说 与早前另外6宗同类的死亡个案一样 亦是与疫苗接种无直接关系 大部分涉及心血管疾病 另外委员会正是审视一个51岁的男人 在伊利三百医院心肆治疗部留医的个案 他早前也曾经接种科兴疫苗 至于最新接获的两宗注射科兴疫苗之后出现面坦的个案 经初步评估之后 未能确定与疫苗有因果关系 未能确定与疫苗之后